第185集 刘娜虽然脸立刻红了 但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只是拍拍唐龙的肩膀让开了一下 接着神色自然地说道 长官 现在联邦已经真的完蛋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 由于二号清灵不想离开唐龙 所以灵力只是随便 弄一下 二号清灵就按照墨镜的通讯功能 来开通这个基地对外的联络 因此唐龙他们对联邦这段时间来 闹海盗闹分裂闹入侵的事都很清楚 不过由于这些资料是从其他国家获得的 所以详细情节不太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唐龙还不知道 自己被降为裂兵的缘故 至于一心想早日回到唐龙身边的二号清灵 却因为唐龙这个善望的家伙忘了把那墨镜要回来 让那墨镜待在某个柜子里面 而无法实现二号清灵的愿望 因此无奈的二号清灵就只好待在基地的控制系统里 不是说等战舰到了我们自己搞吗 还要怎么办 经过埃尔西的打闹 已经稍微让自己那快速跳动的心脏 减缘速度的唐龙 听到尤娜的话以后 不解的问着 哎 我是说我们拥有战舰后 把基地建设成功以后 我们要怎么办 难道长官你就一直待在这里 其实尤娜很满意这样的生活 但为了唐龙这个长官 他才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发现唐龙只有近期目标 还没有详细的远期目标 唐龙想也不想的说道 去解救孤女营的姐妹啊 是要解救他们 但这是以后的事 现在不说我们不知道孤女营在什么地方 就算我们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数量那么庞大的人员 我们这个基地就算建设成四级基地 也不能安顿下来 长官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的 考虑其他的 一直待在尤娜身旁不吭声的沙里 突然出声说道 如果我们真的要脱离联邦 同时也为了要安顿那些姐妹 没有一颗我们控制的行政星球 是不行的 已经正经起来的埃尔西插嘴说 一颗我们控制的行政星球 我们才这么点人 能够控制一颗行政星吗 尤娜叹道 哎 没办法 如果没有行政星的支持 没有兵员 物资的我们 根本发展不起来 沙里出声问道 长官 你准备往哪边发展 是往联邦还是去无乱星系 处在陨时代的他们 只有这两个地方发展了 嗯 唐龙听到沙里的话 不由盘膝坐在水中 拖着下巴 开始思考起来 去联邦 现在联邦一片混乱 自己这点人到联邦 能做什么呢 是听名存实亡的联邦的命令 还是听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的命令 这么多的军阀中 好像没有哪一个让自己有好感的 去无乱星系 那里的情况 自己除了知道有宗教制 家族制 联邦制 地制等政治制度存在以外 就只知道无乱星系很大 很多势力存在 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自己这么少的人到那里 恐怕会被人立刻干掉吧 当脑筋不太好使的唐龙 整拼命消耗脑细胞的时候 浴室门突然打开 身穿太空军服的灵力出现了 他看到眼前白肉一大片 却好像早就知道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什么惊讶表情的说道 有批树木近百的舰队 进入我们的雷达扫描范围 并发电说是陈炕来了 陈炕 这么说我们的战舰到了 唐龙兴奋地猛地跳起来 在池边随便抓起一条裤子就跑 不过跑到门口却停了下来 接着不好意思地 用那裤子遮挡着要害部位 在遍地的衣服堆里寻找着自己的衣服 不一会儿已经穿戴整齐的唐龙和女兵们 在街口处排成整齐的队列迎接陈炕 他正从一艘长2650米 宽1780米 拥有三千门炮口 上千道导弹鱼雷发射口的巨型战舰上走下来 身穿笔挺西服满脸红光的陈炕 让看过陈炕 萎缩样的唐龙大吃一惊 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陈炕看到唐龙惊讶的目光 当然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抢先向唐龙招呼道 真是对不起啊唐龙先生 本来我们可以提前几天的 但是由于对这里我们不是很熟 并且要绕很多路 所以直到现在才来到 唐龙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两眼放光的 看着那艘巨型战舰 流着口水说道 这艘就是我订购的战舰吧 是的 这艘就是 还有旁边那20艘高级运输舰 所有战舰都帮您添上了 万罗联邦军舰的颜色 和金色的SK23连队的标志 运输舰里面装的都是您要求的 1000个大功率小型监测卫星 500套特种兵全套装备 500套各种单兵武器 500套最新的间谍装备 10架高级的陆地战车 还有三年份的各种装备的能源 而这艘战舰里面 也按您的要求做了改装 在不改变核能雷射主炮1000门 激光雷射副炮2000门 防御度800 50的动力炉的这些装备下 改成了只需要300人 就可以操控自如的控制系统 而舱内也按您的要求 建造了500个套间 停机舱也扩大到了 能够放下100架外型高级战斗机 50架单机 50座的救生艇 而能容纳500人的游泳池 容纳500人的餐厅 500人量的食物制造机 容纳200人放有各种游戏机的游戏室 50人的射击场 50人的格斗场 也全部按您的要求改建好了 同样弹药库也扩大了 存放有2万枚射程达 百万公里的太空导弹 4000枚无放射性能源的 偷袭者鱼雷 20万枚无放射性能源的 隐身鱼雷 当然能源库也扩大了三倍 装满战机等机械 所需要的能源 还有您要求的战舰人员培训机 也放在这战舰上 就在游戏室内 陈抗向唐龙详细地 介绍了战舰的情况 唐龙听到这些 只能猛点着头 尤纳虽然同样 为这艘战舰的数据 而惊讶万分 但还是小声地 在唐龙耳边提醒道 长官 我们要脱离联邦了 还用联邦军徽 这不太好吧 唐龙看到战舰上 SK23前面的联邦军徽 不由点了点头 对陈抗说道 陈抗 能不能帮我把战舰 弃成黑色 除了SK23那个标志以外 其他什么的都给我涂黑 陈抗听到这话 心中一喜 因为这代表唐龙要离开联邦了 这对他未来可是很重要的 所以陈抗 盲说 顾客至上 您的要求 我马上帮您办好 对了 您准备替这战舰 取个什么名字 我顺便帮您欺上 取名字 SK23不就行了吗 尤纳敲声提醒道 长官那是部队名 旗舰要另外有一个名字的 同时我们那个SK23 也要换一下 毕竟这是万罗联邦的部队编号 换名 烦 唐龙皱着眉头想了一下 算了 懒得去想 反正我们这里是陨石带 旗舰就叫陨石 部队名就叫S吧 以后战舰以SZ-01 SZ-02 SZ-03来命名 陨书舰则以SY-01 SY-02来命名 好的 我这就叫人欺上 对了 请上去点一下物资吧 还有我们的工程队 应该什么时候动工呢 现在就动工吧 我们可以待在陨石号上 唐龙边说 边往战舰走去 当然陈抗是陪在一旁的 他还有些话 要和唐龙说呢 不过其他女兵 却没有立刻去参观这艘 日后要在上面生活的战舰 而是在陈抗部下的陪同下 去检查物资 合不合数目 至于工程队 也在陈抗部下的指挥下 开始干活了 在陈抗的指引下 唐龙来到了这艘战舰的指挥官室 看着这个装修的金碧辉煌 拥有卧室 书房 客厅 酒柜 这些东西的指挥官室 唐龙不由呆了 陈抗当然知道 唐龙这个年轻人 是不可能进入将军级指挥官室的 所以对唐龙的表现 觉得很正常 于是他含笑说道 唐龙先生不请我坐下吗 听到这话 唐龙才想起自己是这里的主人 忙说道 请坐 唐龙和陈抗都不是客气的人 在唐龙说出请坐的时候 两个人都坐下了 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的 静静的坐在那里 好一会儿 陈抗见不能够这样干好下去 开始寻找话题 唐龙献上 陈抗的话还没有说完 唐龙就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哦 你说剩下的余额是吧 我这就付给你 说着就拿出了自己的那张军人卡 哦 好的 陈抗接过唐龙的军人卡 掏出随身的转账机 划了一下以后 说道 您看数目对不对 在唐龙确认后 陈抗继续说道 唐龙先生 不是我不看好万罗联邦 相信您也知道 现在万罗联邦一片混乱 万罗币不是那么好用 而且随时会贬值 您最好把卡里的货币换成五来币 或者是物资和蓝金这些硬通货币 还有 您最好是申请一张宇宙银行的信用卡 这万罗联邦的军人卡到外国使用比较不方便 谢谢您的提醒 有机会 我会去更换的 陈抗可不知道 唐龙卡里的钱 除了那笔从联邦军部勒索来的资金以外 其他在曼蓝星打劫黑社会抢来的财宝 和那个曼蓝星酋长曼德拉会来的黑金 全被二号星灵在宇宙银行换成硬通货了 而那些股票 二号星灵除了帮股票换了个拥有人之外 根本没有碰他 成为这些大公司的股东来分红 比卖掉股票好 看到已经拉开话题了 陈抗像闲聊似的说 唐龙先生 您被万罗联邦流放到这里 不用奇怪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任谁看到您这基地的位置和设备 都知道您被流放了 现在联邦已经混乱了 在经过您刚才七调联邦军会的事 不知道您是不是准备 唐龙听到这话呆了一下 不过很快笑着说道 是啊 我准备脱离联邦 自己发展呢 唐龙并不认为 自己要干的事 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很轻易地就说了出来 原本以为要花费一番功夫 才能得到自己想听的话的陈抗 没想到唐龙这么心直口快 不由眼放精光地说道 那么您准备怎么发展呢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的部下说要先拥有一颗行政星 现在烦恼的是不知道往联邦发展 还是往无乱星系发展 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能说出来听听吗 心中跳跃不已的陈抗 强自装出好奇的神色 哦 当然可以 联邦互乱不堪 而且都是些军阀海盗歌剧 对他们我大部分都没有好感 而且就我这点人回去 也不知道能干什么好 可我又不了解无乱星系 跑到那里的话 恐怕随时都会被人干掉 所以现在还没有决定怎么发展呢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185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186集 话题一说开 陈抗盲说道 无乱星系我倒有点了解 因为和他们有生意来往 那里最大的特点是势力非常的多 几乎一个行政星球就是一个独立的势力 而且政治制度异常混乱 什么宗教 家族 民主 地质等各种各样 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制度 在无乱星系都可以找到 哇 这么说来 无乱星系不就等于政治制度博物馆 这么多不同的政治制度存在 那他们岂不是天天混战 不是天天混战 而是分分秒秒都在混战 在无乱星系上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战争发生 不过他们的战争场面都不大 都是几十艘战舰的较量 最大的战役也不过是数百艘战舰的较量 最大的也就是数百艘 这么少的军队 难道没有人可以把无乱星系统一吗 统一无乱星系 谈何容易 您只要看看星系图就知道了 无乱星系四周都有几个政治制度不同 而且同样强大的国家存在 这些国家刚好又各自支持 无乱星系上与其政治制度相符合的各个势力 同时无乱星系上的同一个政治制度的势力 又没有连在一起 反而是都一片西一块的 哪一种政治制度强大 都会遭到其他政治制度的联手打击 所以想一统无乱星系是不可能的 陈抗看到唐龙皱眉的样子 立刻继续说道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统一 只要无乱星系四周的国家不干涉 只需以两万兵力起家 就可以一统无乱星系 而能让这无乱星系四周国家 唯一不干涉的理由 就是不是由无乱星系外部的人统一整个星系 在这个时代 提到兵力这个词 指的是战舰的数量 而不是士兵的数量 因为就算你拥有数以万亿的士兵 但没有一艘战舰 也只能任人宰割 所以一万兵力 也就是指一万艘军舰 听到这话 唐龙两眼放光地说道 也就是说 只要我是无乱星系的人 在我进行统一战役时 四周的国家就不会来干涉吗 也不是说不会来干涉 而是不会联合在一起来干涉 当然前提要你是无乱星系 被认可存在的势力 不过要记住 你不要露出要一统星系的意愿 不然所有的势力都会来对付你的 那要怎么成为无乱星系中被认可的势力呢 此刻唐龙发现 陈抗好像很想让自己去无乱星系似的 不过唐龙没有往其他方面想 只是以为陈抗是热心的缘故 毕竟自己没有什么好给人家贪的 陈抗继续向唐龙提供建议 只要你投靠某个势力 然后夺取那个势力的指挥权 那么这样您就可以成为无乱星系被认可的势力了 唐龙有点苦恼地问 我应该加入什么势力呢 或者说我应该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呢 他对无乱星系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陈抗再次详细地替唐龙分析道 地制靠的是血统 没有血统很难获得指挥权 而且造反也不是新人所能够的 民主制靠的是台资论倍和派伐强弱 没有长时间的打滚 根本不可能抵达最高峰 而宗教制度神神秘秘的 除了他们的神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教宗是谁 家族制度虽然也不理想 毕竟他们讲究的是姓氏 和讲究血统的地制差不多 不过有些弱小的家族制势力比较开放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 搞出了像古代分封制度那样的政策 来吸引外星人的加入 也就是说在这些家族中 无论本性还是外星 只要拥有功绩就可以获得土地 功绩大的家臣 甚至可以左右主家的决策呢 哦 我感觉好像在上历史课呀 唐龙听到这些远古时期 才存在的政治制度 不由的目瞪口呆 在无乱星系 不但有非常古老的政治制度 同时也有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 甚至有些宗教势力控制下的民众 还住在木制结构的房子里呢 不过他们用的东西 还是我们同一个时代的 不然他们不可能打赢敌人 这么说 我应该去投靠某个弱小的 愿意接受外人的家族势力 我才能在无乱星系站稳脚跟 嗯 如果说是想统一无乱星系 那就只有这么办 但如果您只是想横扫无乱星系一遍 那么您可以雇佣大批的雇佣兵 帮您大肆破坏一番 不过到时的结果是 您将被整个无乱星系 和他四周的国家联合摧毁 那你知不知道 这样弱小的愿意接受外人的家族势力 在无乱星系哪里 叫什么名字 要怎么投靠呢 唐龙已经打定主意 赖定了这个见多识广的军火商人 陈抗假装想了一下 说道 这样的势力在无乱星系 没有一百也有数十个 不过如果您真的决定要去的话 我建议您去中周星 这颗星球离您这陨时代 只有三十光年的距离 是同种制度势力当中 离您最近的 控制这颗星球的势力 可以说是无乱星系 所有势力中最弱小的 为了强大 他们对部下一视同仁 功勋的奖励 是同种制度势力中最丰厚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势力的家族也姓唐 唐龙很感兴趣的问 野兴唐 这个家族是怎么样的 早就做了准备的陈抗 假装思考了一下后 说道 这个唐家的现任家主 叫做唐纳文 他的祖父曾是凯撒家的家臣 在实力大增的时候 反出凯撒家自建了唐家 所以唐家和凯撒家是死敌 唐家只有中周这一个行政星 兵力一百多 而凯撒家则有两个行政星 兵力两百多 虽然唐家兵力很弱 但由于凯撒家内部很散乱 而且还有其他死敌 所以凯撒家并不能立刻摧毁唐家 这代唐家人丁稀少 唐纳文只有一个弟弟 叫唐纳武 唐纳武只有一个独子 而唐纳文则有两个儿子 哦 唐家的势力又是怎么分的 早就把这些资料备熟的陈抗张嘴就想说 但突然好像顾虑到什么的 话到嘴边却改成了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好像本家兵力占了百分之五十 大概因为兵力太少了 所以他们才会拼命接受外人加入吧 唐纳虽然有点失望 但想到那个万能的电脑姐姐 一定知道唐家的底细 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他向陈卡问出一个 自己很关注的问题 那么我怎么才能加入唐家呢 这个很简单 您可以和他们联络 表达要加入的意愿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难道他们不考察一下我吗 啊 当然要检查一下您的身份 因为他们害怕会招收到得罪过强大敌人的人啊 只要您没有什么强大的敌人 他们绝对会招收您的 唐龙听到这话点点头 不吭声地在思索着什么 陈抗看到唐龙的样子 知道是到自己离开的时候了 他起身对唐龙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先走了 工程款等基地建好了再付吧 您以后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开口 无论是弹药能源还是战舰 我都会给您最优惠家 战舰驾驶员培训机的操作资料 都在培训机里面 唐龙当然是忙着站起来 向陈抗道谢 在送走陈抗后 唐龙看到整个基地 已经被工程队搞乱了 根本不能再待在基地里 而女兵们也在各运输舰上 忙着检查物资 没事干的唐龙 只好在基地控制塔某柜柜子里 找到那副墨镜 带着他回到陨石号上的指挥室内 老姐 老姐 你在不在啊 唐龙呼唤好久 电脑姐姐都没有出现 唐龙知道是因为自己很久没有和电脑姐姐见面 电脑姐姐生气了 不理自己了 所以准备取下墨镜 不过唐龙才刚把手举起来 黑头发的二号心灵就突然冒出来 并且插着腰指着唐龙鼻子气愤的骂道 臭唐龙 烂唐龙 居然把姐姐扔到一边 不理不睬 你有没有当我是你姐姐呀 唐龙忙闲着脸 八戒道 这是误会 小弟哪敢不理姐姐呀 小弟向姐姐道歉 小弟无时无刻都在想念姐姐你呀 可能二号心灵没有怎么听过八戒的话 唐龙随便说上几句 二号心灵就转怒为喜 不再追究唐龙 把自己晾在一边的事了 唐龙看到电脑姐姐心情好起来 忙把自己决定去无乱心系发展 以及陈康说的那些话 都告诉给二号心灵 唐龙心里把二号心灵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知己 所以什么事都和他商量 二号心灵听完唐龙的话以后 立刻调出无乱心系的心系图 给唐龙看 这是无乱心系图 整个无乱心系有35763颗行政星 是全宇宙中行政星最多的心系 这无乱心系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面积最大的心系 11个心系的万罗联邦和13个心系的银银帝国加起来的面积 还没有无乱心系一半那么大 同样 无乱心系的势力也是全宇宙最复杂的 整个心系的独立势力达到了两万三千多个 要想统一这个心系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如果真的统一了 这个心系的发展力将是难以估计的 在无乱心系有着这样的传言 统一了无乱心系就等于奠定了统一宇宙的基石 听到这些话 唐龙呆呆的反应不过来了 虽然知道无乱心系很大 但没想到是万罗联邦和银银帝国加起来的两倍 虽然知道无乱心系势力有很多 可却从没想到居然多达两万多个 更让人惊讶的是单一的一个心系 居然能够拥有三万多个行政星 一般心系有一千个行政星就该偷着笑了 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的唐龙很惊讶地问道 既然无乱心系这么好 而且还有那种统一了无乱心系 就等于奠定了统一宇宙的基石的说法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把它占领呢 占领 你知道整个无乱心系有多少人吗 有十八万亿 而且无乱心系所有势力加起来的战舰 达到了一千八百多万艘 在无乱心系四周 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来占领它 而在整个宇宙中唯一有能力的国家 只有宇宙第一强国五来合众国 不过五来合众国离这里非常非常的遥远 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兴趣来占领它 没有兴趣 不可能来占领它我还了解 毕竟太远 中间又隔了许多国家 但怎么说五来合众国没有兴趣呢 五来这个第一强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统宇宙啊 他们难道在听到那句传言以后不会动心吗 二号星灵无奈地瞪了唐龙一眼 哎呀我的笨弟弟呀 难道你不知道在宇宙中心那些人的骄傲心理吗 我们这些宇宙边缘的人 在他们心中是和那些未开化的类缘人同一等级的呀 在这样的认知下 你想身为第一强国的五来合众国会对无乱星系感兴趣吗 至于那句传言只是在无乱星系流传的 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而且就算外人知道了 也会以为是无乱星系的人搞出来自我安慰的 听到宇宙中心的人把自己这些人画到未开化的猿人那里 唐龙不由不满地嘀咕道 真是的 以为待在宇宙中心就高人一等了 大家吃的穿的用的还不都是一样 只是位置好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而且不是说宇宙无边无际的吗 凭什么断定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宇宙中心啊 他们那里是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 所以才叫宇宙中心 好了 不说这些 你准备投靠的就是这颗叫做中周的星球吗 二号星灵说着 就把处在无乱星系边缘的一颗星球放大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186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说明天的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